5G元年大幕开启 超高清浪潮席卷而来 网速提升百倍 5G提供超高速传输接口 清晰度成倍增长 超高清视频让细枝末节显露无遗 每平方公里连接一百万个设备 5G助力外部不连 超高清视频拉动上下游工业生产 当5G遇上超高清 如何校动4万亿产业规模 对话带您畅想 尽请关注 各位好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对话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光滑路的办公区 在一楼有一块特别醒目的大屏幕 就是这块4K超高清的大屏幕 今年的春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首次完成了超高清视频内容的5G网络传输 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的关注 正因为5G技术越来越趋于成熟 所以很多人把2019年看成是5G元年 就在这样的发展态势当中 其实我们也听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 看到了一些更加谨慎的态度 5G的商业化真的有着非常明朗 和确定的未来吗 未来5G如何能够更好地进入到 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环节当中 今天让我们共同带着所有的这些关注 走进我们的对话现场 一同来探寻 5G究竟会塑造一个怎样的未来 今天我们一块来聊一聊5G 有一个词我觉得是很有共鸣的 那就是所有人可能都听过 5G实在是速度太快了 5G到底有多快 我解释一下 5G快有两个指标 第一个指标我们叫峰值速率 峰值速率什么意思呢 如果我们把数据比作 超级高速公路的车辆的话 峰值速率就是指在每一秒钟 可以通过多少的车辆 那么你当然路越大 每一秒钟通过的车辆越多 峰值速率目前我看到 试验网的数据已经超过了10个G了 就是每一秒10G比特的传输 那么它的方向下行速率要达到20个G 第二个指标叫时延 就是说你高速公路再快 但是你进去的时候 不是还要有收费站 中途还有检查站 处理是需要时间的 那么5G的实验 可以目前已经做到了3到4毫秒 它的目标是要做到1个毫秒 通过嘉宾的分析 我们感受到5G相比此前技术的巨大优势 它的速度可以达到4G的数十倍到100倍 每平方公里可以连接的设备 多达100万个 是4G的5倍左右 5G的另一个特色就是延迟低于1毫秒 1毫秒是什么概念 当我们的手指被针刺中 需要大约100毫秒 疼痛感才会传达到大脑 超低实验和高速传输 让5G能够近乎实时地获取并利用信息 刚才这个视频是从数据的角度 技术的角度来描述了一下它的基本的能力 由于5G有了这么大的带宽 有这么低的实验以后 很多的新的人机交互的技术 就可以在5G的终端上实现了 因此未来当它大规模承受以后 5G的终端它一定是一个多样化的 有折叠的 有卷曲的 有是服装的 有是领带的 行业里边当然是各种各类的 那么有的甚至是一支钢笔 它会激发各类的应用 通过这个5G的能力来把它产生 在网上其实很多人都非常关注 5G未来的应用 以及给我们生活带来的一些改变 我精心选择了几位网友的观点 第一位网友就说了 我对快其实是没什么感觉了 这句话有点针对王总刚才所说的 现在4G已经很快了 我这两年肯定不会买5G手机的 另一位网友说 我觉得现在手机很耗电 一天要冲好几次 5G的网速更快了 是不是耗电也更快了 还有网友说 听说手机有辐射 5G信号那么强 对人体是不是有更大的辐射呢 首先说第一个问题 说4G已经足够快了 我们好像不需要5G 这个观点错的 我举一个例子吧 长按揭够宽吧 它还会塞车 对不对 我们在通信中 因为这个网络是统计复用的 你绝不能按照一辆车的宽度 来定义这个路 知道吧 这个路上的车跑得多快 不取决你一个人的速度 取决有多少人同时在用这条路 所以今天当我们不仅人要上网 而且更高速的上网 还有大量的物要接进来 万物互联 所以这个通信的流量的要求 就非常的宽 要求带宽非常宽 才能不卡顿 所以我们一定要需要5G 你认为的很快 其实不是最快 还会有更快的等 北京修完了二环说 这么宽的路 很快就成停车场了 修完三环 这么宽的路 又成停车场了 修完四环又成了 所以基础设施 一定要超前于应用的 你刚才提的问题 其实从二级到现在 几乎每次转型的时候 都会听到这个问题 对 它的快会变成很多的应用 比方说 我在这个 这是在巴塞隆大 我看到一个非常震撼的应用 它叫做远程驾驶汽车 人对着这个屏幕来开车 车在郊外的一个广场里面开 那么我当时很震撼 开车的人 他不是专业人员 就是普通的一个参观者 他上来 只要能会开汽车 他看到的屏幕 跟挡风玻璃 上看到的是一样的 所以他可以很自在地来驾驶 那么这样我就想起了很多 比方说我们去救灾的时候 我们运货的物质要通过一个危险的路段 随时会塌方的 以后像这种情况 那么我们就在远程驾驶了 我们在这个煤矿 铁矿等等地方 我们都可以来远程来操作 远程驾驶汽车 所以这些呢 你没有一定的速率是做不到的 因为你这脚踩啥是踩下去 那边就要反应过来的 如果没有这个速率 那等于踩下去那边早就撞上去了 我再提一个提到能源 很多人说能源跟这个5G有什么关系呢 跟网络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国家现在在大力推电动汽车 用了5G用了车联网 它的一个好处在哪呢 那么你们想一辆车 平均我们老百姓的车 十分之一的时间在跑就不错了 平均啊 比如说我有一天开了一整天的车 结果我出差三天就放在那 一天24小时有两个多小时 这车平均在跑就不错了 也就证明你有90%时间可以充电 其实你充电也就两三个小时就够了 所以如果有了车联网 它可以智能控制 让电价最便宜的时候给你充电 你不用管它 它找最便宜的时候给你充电 那么如果家家的电动车 都是都有储电的能力 你充完电你又不马上用 这时候电价上去了 你还可以卖电 看到了吗 薛丰评估 我们的整个的能源的供给和消费 会发生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这就是网络连接的作用 第二个问题 耗电肯定比以往更高 但是在技术体系里头 它的屏幕 电池的技术 是极为一体 都是与时俱进的 才会正式的商用 所以对大家来讲 至少保证充电的次数 不会比现在更多 第三个说的也是对的 我们的基站的功力 比市计稍微大一点 但是肯定是完全符合国际电能的规定 而且5G的基站更密 反而来讲 这个手机切换制作更长 反而来讲 手机就是辐射更小 我们还有一个更关注的问题 就是5G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 今天在现场有非常多的观众 都带着他们的这些奇思妙想而来 有没有大家可以举手一下 来 我想问个问题 就是对于不会开车的人 使用咱们的5G技术 有可能按下按钮 这车就能飞起来吗 不会开 他就想让车飞了 那位很有想象力 非常有想象力 那么我也帮助你想象一下 我看到过一个演示 就是他说在十字路口 这个通过车辆的时候呢 没有红绿灯 只要有个空隙 他就过去一个车 那么他靠什么呢 他不是靠红绿灯指挥 他就是无线信号 很简单吧 就是车跟道路连 跟对面的车连 跟红绿灯连 跟房子连 跟所有的东西都是连的 所以万物互连 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开车 我们如果一个车队 有20辆车 它必须间隔50米 它怕有问题 但是呢 它通过5G联网以后呢 它一个人 第一个人踩刹车 最后一辆车 也一起刹住了 所以呢 它只要5米就够了 所以整个这个道路的利用率 大大的提高了 不会有所谓的连环车祸出现 对 这是真的已经有人设了 但是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你要5G网络全覆盖 如果你不覆盖的话 你车开到这儿突然没了 那么就完了 这就是一个 问题还是会出现 对 第二个条件 就是涉及到修改 现在的规则的问题 交通规则要改了 那么这些呢 都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但是我们可以大胆地想象 我想请教一下嘉宾 5G来了 是不是将来就没有电影院了 我们可以随时拿出手机 观看那个威压电影 这完了 一个行业要消失了吗 应该说也对也不对 也对了嘛 确实现在4K的影片 在手机上 就手机别看它小 它的处理能力 比咱们家里面的电脑 只快不骂 从这个角度来讲 4K的影片 再配合手机上的 小的一些AR眼镜 是可以的 也就是说 我们年初爆款的 电影片 《逃离地球》 在家里面是可以的 但是呢 也不对呢 我们去电影院 并不是为了看电影 家里面天人之乐 带着孩子 包括去购物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技术当然不能解决 这种人女的 家庭幸福的这种问题 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 适当去影院 多看看电影 我想问的是 如果在我身体里 装一个小的5G的芯片的话 那我会变得更聪明吗 这好有想象空间 5G是从数据传输来说 它具备这个能力了 但是呢 它需要什么呢 需要搞生物科学的人 从生物电的角度 然后去把5G 包括后台的人工智能的 一些算法的一些支撑 能够变到人脑子里头 可以能够反映的东西 这样的话就可以提升 它的能力 所以这个呢 是5G要跟相关行业 去融合创新以后 所能够实现的 作为一名学生 我想带广大学生 问一个很关心的问题 就是当5G时代来临了之后 学生们是不是就不用 再去学校上课了 也许我们在家里 就可以进行老师的授课 这样是不是会更方便呢 这还是一个好学生 原来以为说就不用上课了 没想到还有后半句 老师 老师 来来来 以后不用上课堂上去 等着李老师了 在家里等着他 这个问题非常好 其实从互联网出现 大家就在讨论 什么是真正的网络教育 说做网络教育的非常多 但我觉得都没有实现 网络的那种特征 应该是人人 为人人相互学习 传统的教育是 老师在上面灌输型的讲 对不对 应该是你提出问题 就像今天这样来谈 所以这种交互式的应用 特别是能够有 直接的体验的 交互式的应用 那么有可能成为 在5G的时候 对教育的一种颠覆 所以一个是 它的更高效的 宽带的互动性 一个是情景代入性的教育 还有人人 为人人的相互学习 所以这种模式 我觉得在5G 这个就是我们有待 对教育的本身的理解 和它的 在新的网络环境下的 这种运作模式的 一种开发 场上短短的互动 就可以看出 公众对于未来 5G应用的各种期待 但是这些场景的真正实现 都必须伴随着 产业的融合创新 以及资本的持续投入 对于未来5G的应用 能否在短时间内爆发 并不是所有人 都持乐观态度 我想到了 任正非先生 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跟5G有关 他说5G有很多的内涵 这些内涵的发生 还需要更多的需求到来 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5G发展一定是缓慢的 在5G时代 究竟会有什么样的 一些需求 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换句话说 这条高速公路上 会出现什么样的车 5G确实有很多技术特性 利用这些技术特性 可以有很多很多的 新的应用 但是我觉得最先爆发的 应该是行业应用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5G如果你要做应用 我刚才说了 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 无缝隙的覆盖 第二个有很多 涉及到立法的问题 要修改现行的 规章制度 甚至法律的问题 这个也需要时间的 现在就是特别适合5G的 是一些我们现在利用WiFi 利用4G这些技术 它的速率还不够的 它的实验还不够低的 这些还可以有大的发展 比方说我们在一个建筑工地 所有的人都要戴着安全帽 那么如果我们让这些工人们 都到里面去操作去 都到室内去操作去 5G完全可以满足这个条件 它的速率 它的实验完全满足这个条件 我再举一个例子 跟老百姓有关的 很多特别是一些 新学开车的人 这个驳车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吧 那么有了5G的网络 这种应用有可能是这样 你开到你最想去的商店门口 或者酒店门口 你下车了 你一遥控 它自己驳车去了 这个用的就是无人驾驶技术 但是它是在一个范围之内去用 所以5G的切入点非常重要 5G现在大家都对它未来的前景有很清晰的认识 这个在业界大家都是有共识的 但是它发展的过程确实是需要一定的周期的 这个周期长和短 取决于行业的投入 核心技术有了以后 它一定要跟各个行业相结合 要做融合创新 所以漫长可能是在后面这一段时间 高速公路有了以后 这个应用上一定会是一个百花齐放 5G不再是一个最基本的技术手段 也不再是我们运营商的一个网络 其实已经是国民经济 或者是高质量发展产业变革的一个生产要素 网总各位大家都知道的 过去2G 3G 4G 政府从来没找过我们 不会找我们签战略或者协议 因为它当时觉得这个事情就是运营商的自家的事情 但是到了5G 所有的政府都非常重视 甚至比我们运营商还要更重视 所以我非常赞同5G不再属于运营商 随全社会 因为5G更多的是360的各行各业 这方面我们运营商更多的是做好赋能 做好旧设施的一些供给 嘉宾们的观点非常明确 5G是未来我们需要5G 但是5G距离全方位渗透进我们的生活 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不过虽然如此 现在5G已经有了一些比较成熟的应用场景 超高清视频就是其中之一 那么用5G看超高清视频有多么流畅呢 让我们先跟随主持人和嘉宾感受一下 从长华大楼沿着长安街复兴门到我们金融街这一圈 大概3.6公里 总共有8个5G地站进行密集的覆盖 这只车是经过改装之后的 上面可以连接5G的网络 同时具有VR直播的一些设备 5G的体验车上是完全可以在行进的过程中 感受到5G的信号5G的网络 没错 而且从这个图上也可以看到我们连到实际哪个5G基站 比如说现在的黄颜色就是连在我们的长华大楼这个基站上 超越了这个点之后下一个点 机站的这个信号自动连接上了 自动切换 给用户来讲是没有任何体验上的感觉差别的 除了这个8个5G基站 本身4G网络的基站也是有的 那么可以看出来5G现在下行的速率是一个G左右 那么4G大概是几十兆 大概是4G的数十倍 看看这个点波 那么同样这里头是两个4K的 那么上面是4G的 下面是5G的 按说我们小屏幕应该更清楚 但实际上下面是5G的 反而大屏幕非常清晰 下面小屏幕还在不停地滚动 卡登非常严重 底下基本上是零卡登 所以看出来5G的速度明显是它的速十倍 大概下载一部高清大篇 一个G的就是三秒钟 像这里我们是16路4K信号 就一个G的带宽就可以传输了 超高清视频时代 只有依赖5G才可能全面到来 因为4G网络传输速率 无法满足4K视频的观看 普通家庭宽带速率 也只能勉强满足4K视频载入 而5G网络的速率 能够满足4K视频 甚至8K视频的需求 超高清视频可撬动的产业规模 据估计高达4万亿元 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听 其他嘉宾对5G的重要应用 超高清视频产业的介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问一下三位 在我们看到的这些变化的背后 到底有什么样的技术力量 在做支撑呢 其实从消费者感觉的话 分辨率 但是其实在后面 最少有三个最关键的指标 就是分辨率 是第一位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HDR 叫高动态范围 说通俗一点 其实就是对比度 就是在这个光线 明暗交替的地方 有非常细腻的层次感 所以大家刚才会说 它变得细腻了 还有一个更不容易觉察的 其实就是这个高帧率 那普通的这个高清呢 它是30帧 那其实到了4K的话 应该是60帧 它就更加流畅 更加平滑 其实里边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 就是色欲 实际上这个在色欲里边 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 比如说红绿蓝 这些的颜色 也可能比如红 你看到了三种 看到了四种 但是如果到了超高清的时候 色欲宽了 你可能看到八种九种 这样给人的那个视觉感受力 就会更加的丰富 你看我们现在定格的这个画面 这个老爷爷 你在不同的画面里 看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我们看这个老爷爷 他的每一个人胡须 都非常非常清楚地 展现在大家面前 包括这个再放大了去看的话 包括老爷爷 胡须下面还有一些暗点 也会非常非常地清楚 毛孔 这是这个会跟4K 跟高清会有一个 巨大的一个变化 据说现在电视剧院 招生的时候 已经不是光看长相了 第一个要求是皮肤好 因为再好的化妆 在8K面前都会显示出 这是顺应时代的需求 这里我们要展示的是 南宋时期的一个 瑶兽图 是他们给王母娘娘 祝寿的一幅图 大概原来是幅宽 是5米的 那么我们通过层层放大的话 能够把它的细节 一层层表现出来 比方说有一部分的话 它是邀请了 原来从凡人生到神仙的 这个八仙 包括吕洞兵 张国老他们 他们每个人带来的物品 随身是什么不一样 自己的胡须 动态 都不太一样 所以这个的话 通过这个我们能够赏悉文物 我们身边发生的改变 并不仅仅只有 刚才我们关注的这些层面 接下来的小片 也记录了我们在这个时代 正在发生的一些改变 来 我们看看 工信部 广电总局 央视三部门联合发布 2019至2022年 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行动计划 标志着我国超高清产业的发展 进入快速发展期 预计到2022年 我国超高清视频产业 总体规模超过4万年 在此之前 在广播电视领域 超高清视频已经开始进入千家万户 2018年10月1号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首个上星的4K超高清频道开播 2019年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晚会 首次进行4K超高清直播 实现5G传输 4月29号 CCTV4K超高清频道 直播试园会声况 刚才有一个数字 可能会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那就是到2022年 我们超高清视频的产业的总产值 将会达到4万亿 要请问一下 张先生 这4万亿的产业规模 到底从哪出现呢 这4万亿是涵盖了整个产业链的上下游 是一个 这是其实是一个非常漫长 非常大的产业 那么首先最大的一个 其实是这个内容和应用这个产业 它本身就要占到一半 一半要更多一点 然后呢 一个大的其实就是我们的电视终端 电视终端这个产业再加上它的关键部件 尤其像面板核心的芯片 那么它整个加起来有一万亿 然后再几个比较大的呢 就是我的整个传播网络 刚才我们讲到的运营商的网络 包括我们现在广电的网络 所以这些网络系统 它大体有这个两千多亿 那么还有我们的这个直播 这个制作节目的这些核心设备 直播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说 网络的这种内容的汇聚分发 这样的服务 所以这个产业链 它是涵盖了 从内容的这个艺术类的 到这个产业服务类的 到制造 到整个电子工业体系 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产业 刚才这个图里边有一个产业链 实际上在第一个这个框图里边 就是内容制作里边 实际上也有一个非常行进的一个产业链 那它本身来讲遵从的一个什么 其实这是世界广播电视组织的一个事情 那么它就慢慢要推进整个超高清的一个标准 一个体系 实际上这个确实是到了去年 比如说SMPT的210 整个的它的标准体系基本完备了 那包括这个ITO的电信联盟的 也有一些相关的这个标准出来了 那么这些的话实际上作为这个总台来讲 去年实际上10月1号开播了 首个上星的4K超高清频道 那在这个之前实际上去年5月份 我们等于为了打通自己内部整个这个生产链 那么出台了一个总台的4K超高清电视节目的一个技术制作的一个规范 就在这个规范之下 你把这些系统它之间的接口之间的定义都得规范好 包括对外的包括上联的 这些才能成一个我们完整的一个4K超高清的一个生产的一个流程 前端内容设备是在整个产业链里面是最薄的一环 在部里面和北京市的大力支持下 我们首先在前端里面先把大家团结起来 成立了超高清视频协同中心 所以我们在协同中心里面 第一个是把世界上现在可以说超高清视频最顶端的前端设备 我们做了一个聚集 抓手呢就是我们做了一个8K 除了日本之外 中国第一辆8K的转播摄影车 大家都知道我们2022年的冬奥会进行8K转播 我们现在叫先行先市 这辆车应当今年6月份做完 我们第一次在8K的这个转播车上 我们自己过程就是由国内企业提供的设备 包括联想 包括这个京都方 包括这个新奥特 我们的设备已经在这辆车上占到了15% 实际上我们16年就开始建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第一辆这个超高清的转播车 那么到了17年实际上就投入使用了 第一个节目我记得没错的话 应该是民歌中国 在咱们的这个一号大演播厅 民歌中国 首先我们就来试整个这个4K超高清转播车 它的从拍摄到它的内部的传输 以及记录重放 最后到这个整个我们的4K超高清制作到的制作 之后到被播 被播最后到播出整个这个论条 它是不是符合一个总局定义的标准 是不是符合一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定义的一个质量的要求 从高清的开始 实际上我们已经这个车体很多都是国产化了 实际上在从车体这方面 来推进整个国产化的一个进程 因为这个车体 它是跟整个转播车里边的 整个电视工艺系统 它是密不可分的 是 后续 包括这个后续的4K超高清的 包括刚才这个张主任说的这个8K的 我们会积极地配合行动中心来做相关的8K的测试 同时呢 在这个4K超高清的 比如说转播车上 我们尽可能多地 力推整个民族品牌的这些产品 来进行整个的制作 是元会的一个直播 其实也让大家再次感受到了4K超高清画面的那种震撼 张先生您对这方面也很了解 旁边这个屏呢 它是现在在100公里之外 试园会的现场 实时的画面 实时的画面 它是有4路 4路超高清的这个直播 同时在播放 就是4个机位 是在不同的角度拍摄 那么这个给观众给了一个什么 特别的一个体验呢 就是你喜欢哪个角度 你就可以点那个角度 比如说你看 右下角画这个花儿比较多的这个 比如说我们选中了这个 马上 我想看看这个花 对 出现了 它就是4K的 而且是现在 此时此刻 在100公里之外的这个试园会 正在现场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5G加4K 通过咱们的运营商的网络 多角度视频 对 多角度视频 同时能够传来的 接下来的这个短片当中 带着大家来看一看5G加4K 还会出现在生活的 哪些应用场景里 来 我们看一下 2019堪称5G元年 而5G也成为社会进步 产业推动 经济发展的重要推进器 推动了超高清视频 云VR AR 智慧程式等应用场景的发展 4K作为5G的伴随者 它们的结合为人们带来了 视觉上颠覆及的体验 然而当VR技术加入其中时 强强联合 又会发生怎样的化学反应 如何让我们感受到 全方位 交互性 沉浸式的体验享受 今天的生活当中 可能会有越来越多 你想不到的应用都会出现 如果你们有 令我们感到惊奇的 令我们感到好奇的 一些应用场景 不妨在这儿 可以给我们来做一个介绍 我们给大家提出的公式就是 5G加4K加一个问号 等于什么 我们给大家提出的公式就是 5G加4K加一个问号 等于什么 5G加4K 加音乐会带来什么 比如说教育 在教育的行业 对远程教育 那么5G加4K 可以实现非常好的 这种远程教育的体验 因为对于专业的 音乐的老师来说 那么这个食言 如果你超过20毫秒 它就会能听出来 你的两个演奏是不同步的 当然普通听众 是完全听不出来的 但他们说那20毫秒 它是能听出来的 那么我们5G 就能把食言控制在20毫秒以内 这样远程的这个音乐教育 它就是可以做到这种 专业级的这个水平 我们评估应该能达到 90%以上的现场 手把手教育的这样的效果 那么 而这样的成本 包括时间的节约 对老师 对学生 都是非常可观 对我们那个中国移动来说 我们也是希望是5G加4K 然后后面加什么呢 我们当时 当时我们的杨洁董事长 在3月份说了 就AI CDE 就A 就是相对来说 就是我们叫人工智能 I就是物联网了 C就是云计算 D大数据 E一定有别人计算 在这个基础上的话 就是我刚才讲一个应用场景 就体育加娱乐的直播 因为体育加娱乐的直播 现在大家大量地看 都是标准流解说 实际上我觉得未来的话 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视角 这个时候他们有一个 运动员没 球没进去 我想看他教练 当时的表现 对我想看看 其他的一些全场景的时候 我也想看上帝视角 上面的这种视角 对 另外的话就是 我可以看一个球场中间 一个这样 我点到哪个地方 大家都可以看 因为现在一个比赛的直播 大概有二十几录摄像机 我觉得这样的话 就为我们能 做大量的一些东西 另外的话 随着5G 刚才我觉得大数据 一个人工智能 一个云计算 我可以实时地 把我喜欢的运动员的 这个短视频都剪出来 快速地传递 令我们能看到 它的实时的数据 因为这个后台 都完全可以支撑了 我们认为 5G加4K加AI 等于万物互联 改变生活 从现在我们 就在这样一个场景 就是说我们下班之后 上场车 发动车的那一瞬间 你家里的空调 就自动地 自冷和自热了 你家的热水器 就开始加热了 而你家的电饭宝 也开始自动做饭了 当你回到家的时候 你就可以 节省将近一个小时 到两个小时的时间 去做家务 就直接可以享受 你家庭里的一些快乐 5G加4K加移动终端 等于一个全媒体的 一个播报一体机 也就是我们将来 不管是作为一个 网红直播的一个人员 或者是我们 专业的电视台记者 他拿着一个笔记本 或者说等到我们 华为已经出 4K的这个手机了 如果手机4K 那个4K加5G的手机 普及之后 那么手机这个 Mobile作为一个客户端 它也可以作为一个 全媒体的采集 包括编辑 剪辑 加字幕 加特效 那么整个 甚至一键的播送 播发到多平台的 快速的播发 整个一台设备 都已经可以呈现 其实我觉得这里边 特别重要的一点 就是传输 如果问我5G加4K加什么 我希望能加一个切片 就是在我们 比如说深圳也好 西安也好 哪怕是华盛顿也好 我们真正有一个事件发生了 我们希望它能有一个 快速的 有时效性的 特别是有高质量保障的 把当时的画面传过来的 我们非常希望用这种 普世的技术 是什么 5G 当然后边还有6G 7G 没有关系 现在一定要把这个 5G的这一块 专有的这个 能不能快速建立起来 实际上这个我觉得 是5G加4K 非常非常核心的一个 您现在跟我们合作的 这个5G加4K 我们跟运上一起 里面的核心技术 就是切片 其实我后来给它起个名字 我说切片是什么 就是专网 5G专网 对 专门给你给的 专线专网 我们这个台里 有一位领导 对于整个中央电视台的 我觉得节目生产 有一句非常经典的 又非常通俗的一个要求 是什么呢 有一个要求就是 到得了 拍得着 传得回 我们网络产业 现在走到了一个 也需要定义未来的时间 我们在苦苦思索 未来在哪里 后来其实一个基本的事实 让我们意识到 未来就在视频 在4K 超高期 为什么 我们看到 未来的网络里面 80%以上的数据 都是视频 对于我们运营商也吧 对于我们整个网络产业来说 我的核心业务 我的基础业务 就是您刚才要的视频 所以您的这个 我们的技术的保障 以及我们的产业的定位 是满足或者说 匹配您的需求的 谢谢各位 突然间这个话题 又转入到了内容制作领域 我就想沿着这个方向 请大家放飞一下 自己的思想 就拿我们的对话 来做例子 如果我们也期待着 搭上5G加4K 加未来的一趟高速列车的话 各位帮我们出出主意 我们怎么样 借由这样的科技新力量 来完成对话的 又一轮的飞翔和提升 我觉得如果是5G加上4K 再加上未来的 我们那个虚拟现实的一个技术 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 在另外一个现场 然后用大量的高速摄像机 照完过以后 就实时地可以把这个形象 全系投到现场 然后你给这个人 我们每个人看到现场 实际上都像你真人 坐在这里 其实有了这个超高清以后 我想讲 5G加4K加智能 这个是能够形成千变万化的 我们可以说叫变形金刚 在这个场景里面 就是我们对话这个场景 我们如果现在正在谈 这个海洋 我们大家马上就会 进入到一个海洋中去 我们如果谈谈论是高山 所有的人我们马上就进入 在山顶上 我们会当临绝顶 你看您说完 金东方就要送大瓶了 我想设想一下 下一次对话节目的时候 可能我在火星 我把我的形象呢 通过一个那个全系手段 我站在这儿 跟伟红对话 同时对话完了以后 我希望收到伟红 给我一个礼物 可能他会设计一个 对话的一个logo 他Email给我传过去 我通过我的3D打印打出来 我别在自己胸前 这是我希望下一次 能够实现的场景 通过嘉宾的分析 我们知道 5G加4K 可以实现很多行业的革新 其实5G不仅可以加上4K 还可以加上更多的东西 而5G技术 通过与其他产业相融合 创造的产业价值不可估论 如今在视频之外的一些行业 人们也已经开始运用 5G技术创新创业 今天 他们当中的代表 即将为我们 呈现5G加的神奇 广告之后 请继续收看 5G不仅可以加上4K 还可以加上更多的东西 而5G技术 通过与其他产业相融合 创造的产业价值不可估论 5G的超低食言和高速传输 使得人们与周围的人和设备进行实时交互成为可能 比如在虚拟环境中与他人协同控制物体 远程控制无人机和汽车 或者实现无人驾驶 比如即使在地球两端 医生也可以实时控制手术道的精准操作 来进行远程手术 今年3月 全国首例基于5G的远程人体手术 就是利用5G的高速率和低食言 在3000公里外 完成了帕金森病 脑起搏器植入手术 再想象一下 人们可以实时操纵一对无人机飞跃田野 与地面上的传感器连接 精准识别并浇灌缺水或生长不佳的农作物 但是这些美好的未来图景 究竟离我们有多远 把5G渗透于各行各业 我们还面临什么难题 对于创业者来说 如何把握5G带来的产业机遇 对于5G我们还有多少想象空间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我们的对话 对话由内敛乾坤 参物天地的内餐酒和喜临门床垫 为您特别呈现 越来越多的领域 越来越多的单位 包括越来越多的个人 都在尝试利用5G技术 改变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 那今天呢 我们想特别请其中的两位 我想来听一听 他们如何利用5G的技术 来打开一片创业的新天地 有请 看病就一 是我们每个老百姓关注的话题 比如说在急诊情况下 我们如何提高急诊的效率和成功率 同时呢 医疗资源的不均衡 也导致了我们老百姓 看病难 就诊难 基于我们身边的这种痛点 我们创业团队将新一代通信技术 与医疗行业的需求紧密合作 想成了一个构思和产品 这就是5G智能医疗车 它有三大应用场景 第一个是监测类 车车的各种监测设备和就诊仪器 能够将患者的各种信息和数据 通过5G网络实时传承到医疗的指挥中心 第二类应用是高性视频 高性视频与5G的VR技术结合 可以使得远程的医生 能够随时随地地对现场的医务工作人员 进行指导提高急救效率 第三个是远程操控类 以远程B超为例 远程的医生通过5G网络 与机械臂的操作结合 可以对千里之外的患者进行实施的诊治 我们3月16日 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 通过中国移动搭建的5G网络 率先实现了全国首例远程医疗手术 海南的医生能够对千里之外的 北京患者实施的人体手术 手术非常成功 这个我特别的好奇 是当地还有一个医生吗 北京这边有医生做这个动作吗 还是完全就是机械臂做了这个动作 完全是在海南的医生和机械臂 通过网络的操作 完成了整个手术过程 我觉得他这个创意非常好 这个其实他就是 很好的理解了5G 他所能够提供的能力 因为我们国家的医疗资源 是比较紧张的 那么现在很多的 这个比较知名的高水平的专家 他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他需要人到一个一个地方去 去给人家去解决问题 其实他现在经常 时间成本太高了 对 时间成本太高 所以我跟一些医疗专家 聊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们很直接地就提一件事 说你这个需求能保证我 我的效率将会大幅度提升 就是什么呢 我在车上 我在高铁上 我就能够及时看到 需要我来提供资讯意见 这个项目很好 远程医疗实际上是5G应用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4G也可以做远程医疗 但是按照4G的这种速率 它一般只能就是做一些咨询 把一些图像传过去 把一些数字报告传过去 这个是数字写完全可以解决的 而5G它可以直接操作 另外我还看到过 一个是做B超 做B超就是大夫在远程 就直接坐 那么机器在另外地方 人在另外地方 机器在另外地方 操作的人是在远程操作 也没有空间的阻碍了 我还特别感兴趣的是 最一开始的救护车 因为救护车 它是一个移动的车辆 在这上面如果能够提前 这个大夫都介入了 那一定是会发挥很好的效果 这个项目我觉得可以变成现实 我们做无人车 那么我们的无人车有两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它是无人驾驶 第二层意思它车上没有人 它是运货 那我们说叫短途运输里头用的 完全的L4级别的无人运输工具 我们为什么做这个项目 第一点市场需求 大家看这个图 那么在5年以前 中国大概有每天会产生不到5000万票快递 当时大概有150万的快递员 那到了今天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真实的数字已经超过了1.5个亿 而中国今天有多少快递员呢 大概不到300万 快递量增长了5倍以上 而人数只增加了不到1倍 有可能在5年之内 中国的快递会增长到每天10亿票 那实际上我们现在通过 现在人力所达到的效率 已经到了极致 那未来我们不可能增长到 11票快递和外卖的时候 我们有一上千万人去送快递 那所以说我们认为 只有靠无人驾驶 只有靠无人车 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已经做到了量产 去年我们在雄安 然后在北京 大家如果去长江公园跑步的话 今年会看到我们的车仔里头 进行服务 我们今年正在努力把它 推广到全国更多的地方 更多的园区和封闭的场景 我想问一下 运营它的平台 那个软件平台 是你们自己开发的 是我们自己开发的 其实这个车是有 不同的应用场景的 它可能有可以送货 可以作为一个移动的贩卖机 也可以作为一个 安防的巡逻机器人 也可以作为一个 末端的快递员区送货 它后边的补充非常重要 5G的赋能 需要带动其他技术的发展 它这个无人车技术中 你一定会有相当于 机器智能 人工智能方面的一些组件 但是你那个运营平台 才是最关键的 是的 那个东西 它是使你这个 整个物理的硬件 能够活起来的关键 你融资的时候 你说我平台都拿了 你每个月可以收服务费的 所以说我们觉得 5G最关键 大家看到吧 就做这种创新很重要 但是在上面 做应用的解决方案和平台 就是怎么把它形成一个运营的平台 是更加重要的 我们认为无人车是5G最闪亮的应用 为什么 因为首先无人车是一个大数据的平台 是一个车路协同平台 我们现在实际运行中 我们每辆无人车 每天产生的数据量 是2000个GB 所以说现在4G网络 我们传出回来 大概一天的数据 要花两天的时间往回传 5G实施了之后 那么一秒钟可以一个G 我算了一下 大概15分钟我可以传回来 第二点 它车上是没有人的 当这个车24小时在外面 进行工作的时候 那么有一些处理不着的异常情况 那这时候我们就唤醒远程控制系统 它通过对现场的判决 进行策略或者直接遥控 那么原来我们用4G系统的时候 我们的时间大概是多少呢 300毫秒 那300毫秒什么概念 就是当我做一个动作 我的车的速度 如果15公里以上的话 当这个控制动作到了前方 那车可能已经开出去5米 这就有风险 我们现在实际上正在5G下面 调试我们的远程控制系统 我们现在实际操作出来的时间 大概在10毫秒 就是已经短于人的痛感 传到大脑的时间 所以说这个技术 5G下面远程控制技术 就会对R4自动驾驶技术 对无人车的落地 形成一个关键的吹动 我有两个建议 第一个就是可能还是慢 就是我们L4可能还没有完全体现 我去熊岸也看过 现在速度有基本上 好多是步行速度 或者是自行车速度 时速不超过30公里 其实如果这样的话 其实不需要我们5G 我希望5G给你赋能 从30做到80或者 因为这是圆区的 不是开放的 所以可以创新力是大一点 第二点 乔布斯说过 硬件是躯体 软件是灵魂 你更多的是要做后台 然后把这后台 这个推广到其他的火车 甚至是无人飞机等等 一个无人控制的一个平台 谢谢 您来预测一下 5G究竟在哪一年开始 真正的改变世界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我们的对话 对话由内敛乾坤 参务天地的内餐酒 和喜临门床垫 为您特别呈现 您来预测一下 5G究竟在哪一年开始 真正的改变世界 5G按照现在GSM的官方说法 原年 接下来会有四年 经过这几年运营商的 网络布置 产业生态繁荣 终端繁荣 我相信会在未来的两年左右 会有一个很大的爆发 就是从行业应用来说 我估计两年以后 就会出现爆发 消费级的应用的爆发 也就是说5G跟AI 在消费领域的结合 还会稍微长一点 我也赞同这个观点 5G我讲了 前面讲了 这个通讯它是一个核心技术 但是更重要的 就是跟行业的深度的结合 那么这个过程 是需要一到两年的时间 才能够有能够规模化 那个时候两年左右 它是一个大规模发展的机会 在我们热议5G的这一刻 我想给大家带来一个新闻是 据说6G的研究 明年就要开始启动了 所以这个事情会让我觉得 又充满了兴奋 然后又充满了好奇 今天我们在建5G网络的时候 我们考虑6G的问题 已经很正常了 我个人今天还不敢设想 6G究竟会出现什么样的技术 我听到一个我就觉得很震惊 它说它使用的频率 就要达到一个T了 我们现在毫米波是到100G赫兹 以下的叫毫米波 事实上只是60G以下的 一个T是1000个G 1000个G拿来做基站 我今天想想 我还不知道会出现怎么样的情况 无法想象 但是很可能今后是会实现的 6G现在还处于概念阶段 ITU给它起了一个代号 叫V星2030 也就是说比较保守 2030年才能 有可能才记录技术商业阶段 总之来讲 我们还是要把眼前的事情 踏踏实实做好 无论是在一级时代 或者是我们共同经历的 二级 三级 四级时代 每一项的新技术出现 在它没有被大多数人 接受的那一刻 它永远是被观望的 所以今天当我们在探讨 5G究竟给人类的生产和生活 带来怎样改变的时候 我相信我们也应该 有这样的一份期待 谢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对话 也谢谢到场的每一位嘉宾 谢谢来到我们现场的 每一位观众 下周同一时间再见